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中国在山东省建立了其最大的能源储存设施 这个795兆瓦的工厂能够储存高达100万千瓦时的电力 这是中国致力于提升可栽生能源和缓解电网拥堵的重要一步 其次印度总理莫尔迪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首次访问俄罗斯 他试图在与莫斯科的长期联盟和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关系之间找到平衡 最后中国年轻人开始在二手电商平台上出售他们的工作和同事 以此来减轻工作压力 这种有趣的趋势也反映了年轻人对于健康工作生活平衡的追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Japimes在中国山东省的一片荒地上 整齐排列着看似薄薄的白色集装箱 这些集装箱里装满了电池 组成了一座795兆瓦的电厂 能够储存多达100万千瓦时的电力 足以为15万户家庭提供一天的电力 这座储能设施在上周六正式并网 成为中国最大的储能设施之一 由丽金县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建造 这一个项目是中国能源储存领域爆发性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国政府呼吁在该领域进行更多投资 以推动可再生电力的发展 并缓解电网瓶颈问题 Japan Times 印度总理莫迪周一首次访问俄罗斯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这次访问显得尤为重要 莫迪在维持与莫斯科长期联盟的同时 也在努力拉近与西方的安全关系 俄罗斯是印度廉价石油和武器的重要供应商 但由于俄罗斯与西方的隔离 以及与中国日益加深的友谊 印度与俄罗斯的传统伙伴关系受到了影响 近年来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一直在培养与印度的关系 以对抗北京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同时也在施压印度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在中国的年轻人中 流行一种通过在二手电商平台上 出售工作老板或同事来减轻工作压力的玩笑 这种工作味指的是一天工作后感到的精神和身体上的疲惫 通常指地铁上的汗味 烟味或冰美式咖啡的香味 在阿里巴巴的二手电商平台咸鱼上 许多人细意地出售他们的工作和同事 以缓解工作带来的压力并洗去工作味 这些出售广告的价格从R元到8万元不等 一位来自中国中部的卖家 以8000元的价格出售他的工作 趁他再也不想早起了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卖家 以3分99元 出售一个非常擅长讽刺的同事 并提供10条应对该同事的建议 尽管这些广告大多不会导致实际的现金交易 但这种趋势反映了中国年轻人 对工作压力的反抗 和对更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的追求 悉尼陈峰报报道 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法蒂玛·佩曼 因支持巴勒斯坦而引发了广泛争议 佩曼来自难民背景 对无法在祖国生活的人的困境 有深刻理解 他对加沙地区无辜人民遭受的暴行 表示无法保持沉默 但他的举动被一些人认为是对工党团结的破坏 佩曼的决定使那些投票支持工党的人 感到被剥夺了权力 评论员认为 佩曼的反叛不会是短暂且无效的 他的行动将使下一次联邦选举变得更加有趣 与此同时 工党内部禁止成员投票表态的过时规定 也引发了广泛批评 许多人认为 这使得工党失去了大量选民的支持 环球邮报刊登了多封读者来信 讨论了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局势 读者们对特鲁多政府的表现 以及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表达了失望 一位读者指出 美国的民主制度有足够的制衡机制 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再次当选而崩溃 另一位读者对加拿大大学生住房危机的报道表示关注 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福特政府的资金冻结政策 还有读者提到 在安大略省进行的基本收入试点项目显示 基本收入可以显着改善受益者的生活质量 但该项目被福特政府取消 读者们普遍认为 加拿大需要更多的政府资金支持和更好的政策 来应对当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宣布对欧洲白兰地进口的反倾销调查 进入下一阶段 这与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实施临时关税的举措相呼应 中国商务部表示将在7月18日举行听证会 讨论欧洲白兰地生产商 以低于市场价格在中国销售的指控 中国呼吁欧盟取消电动汽车关税 并表示愿意继续谈判 但也表示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中国企业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选择对白兰地和猪肉进行调查 是为了说服法国和西班牙等支持欧盟限制措施的国家 改变立场 与此同时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股价在关税实施后出现下跌 吉利汽车的股价跌至3月以来的最低点 南华早报 香港将以坚决的态度保护和促进人权 城市的第二号官员表示 政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驳斥了不实言论 行政长官陈国基在会议上发言称 国内立法保障国家安全 为居民提供了享有自由 和平和繁荣生活的环境 他强调 政府将继续与社会各界合作 通过安全、发展和合作来保护和促进人权 并以理性和坚决的态度 向国际社会讲述香港的人权故事 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 城市在审查过程中 积极回应了一些国家 关于香港人权状况的意见和建议 并严厉驳斥了少数国家的不实言论 美国最新的人权报告 指责北京继续拆除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 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 报告特别提到 2020年国家安全法的执行 包括其追溯适用和拒绝保释活动人士 北京则指责美国利用报告 抹黑香港的实际状况 强调华盛顿应停止撒谎和干涉地方及国家事务 同时坚决反对该报告 南华早报 香港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大放异彩 展示了一系列产品和服务 彰显了城市成为创新中心的雄心 今年香港数码港 香港科技园和香港贸易发展局 带来了15家公司参加AI大会 相比去年的8家有显著增加 展示内容包括大语言模型 物联网系统 AI图像生成 工业治理 量控制解决方案和AI救援无人机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成立的 香港工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心 展示了其研发成果和用户案例 香港科技园公司CEO黄克强在大会上表示 尽管香港地理面积小 但它是一座能吸引人才 并接触全球市场的国际城市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已经承诺在2035年前 建立一个跨境科技中心 强调香港作为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桥梁的角色 财政司长陈茂波 宣布了一系列创新和科技举措 并在2024、2025预算中支持安排40亿港元 科技园和数码港支持数千家初创企业 创造了积极的聚集效应 商业化AI技术一直是许多初创企业的痛点 而生产力促进局的项目 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实际应用场景 以确保更好的落地 黄克强还指出 计算能力在全球AI竞争中至关重要 香港科技园的计算中心预计将在8月投入运营 提供强大的计算支持 南华早报 马来西亚当局在北部吉达州 关闭了两家涉嫌无牌电子和塑料废物回收的工厂 政府扩大了对与中国帮派有关的非法废物进口的打击行动 自然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部领导的突击检查发现 现场存储了1600吨电子和塑料废物 部长尼克纳兹米·尼克埃哈迈德表示 电子废物工厂估计现场生产了1500吨电子废物 而塑料工厂生产了100吨 被标记为鱼饲料的塑料颗粒 有关部门将准备调查文件 对两处场所的所有违法行为进行起诉 如果罪名成立 涉案者将面临最高1000万令吉的14万美元的罚款 和最长5年的强制监禁 环境部还将进一步调查塑料回收厂废物的来源 包括是否非法进口 两家工厂位于吉达州瓜拉姆达区的一个工业区 靠近穆达河 这是临近槟城州的重要淡水来源 上周尼克纳兹米表示 政府在巴申港查获了100多个装满电子废物的集装箱 这些废物从洛杉矶港运出 目的地是马来西亚的非法冶炼厂 此次查获的废物价值170万美元 另有195个装满非金属笔的集装箱也在同一次突击检查中被发现 马来西亚近年来非法废物进口激增 西方出口商在中国2017年禁止废物进口后 继续将废物运往亚洲各地 政府认为这些进口是一个利用伪造文件 将非法废物运入马来西亚的犯罪团伙所为 电子废物包括废弃的电子设备和组件 含有铅和钩等有毒物质 既有健康和环境风险 也含有可获利的硅金属 塑料废物也是马来西亚的长期问题 根据2023年英国能源公司Utility Bidder的调查 马来西亚是全球塑料污染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Nike Asia报道 日本政府周五表示 已确认中国在日本南部大陆家的公海上 安装了一枚浮标 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 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Yoshi Masa Hayashi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在四国岛西部和冲之鸟岛北部的水域设置浮标 而没有解释其目的和其他细节 这令人遗憾 政府已敦促中国不要破坏日本的海洋利益 北京方面回应称 浮标是为了监测海啸 并无意侵犯东京对大陆家的主权 日本确认中国调查船向杨红22号 在6月中旬设置浮标 当时该船在东海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航行 去年7月 中国在东京控制 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 无人居住的间隔列岛附近的 日本专属经济区内 安装了另一枚浮标 日本对此提出抗议 并要求立即拆除 中国在地区水域 加强了军事活动和海上自信 日本对中国船只 在间隔列岛周围 日本水域的反复入侵表示抗议 CNN报道 特斯拉汽车首次被列入 中国地方政府的采购目录 表明中国与埃隆马斯克的公司关系密切 江苏省政府的采购目录中 特斯拉是唯一的外资电动车品牌 其他品牌包括极力拥有的沃尔沃 和国有企业上汽等 这一发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有用户质疑是否应该使用外国汽车 江苏政府试图缓 且担忧称特斯拉车型是国产车 而非进口车 特斯拉在上海有一个巨大的超级工厂 2023年在中国生产了约94.7万辆汽车 大部分在本地使用 江苏政府没有回应CNN的电话 政府采购目录中 特斯拉上海制造的Model Y售价为249,900元人民币 中国已成为特斯拉的重要市场 占全球电动车销量的一半以上 去年特斯拉近四分之一的总收入来自中国 然而特斯拉也面临中国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 比亚迪在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超过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销售商 特斯拉在今年上半年重新夺回了位置 但两者势均力敌 特斯拉汽车此前因间谍和数据安全问题 被禁止进入中国的一些政府和军事设施 这些限制在4月解除 当时中国汽车协会宣布 特斯拉汽车通过了中国的数据安全要求 宣布当天 马斯克访问北京并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强 李强称赞特斯拉是中美合作的成功典范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最高外交官崔建春表示 香港的一国两制安排 在与国家关键政策深度融合的过程中 已走向新的历史方向 这凸显了中国和平共处的原则 崔建春在2024年国际法研讨会上表示 一国两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 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 一国两制事业已走向新的历史方向 他补充说 这一安排是中国和平共处外交原则 如何应用于国内事务的一个例子 崔建春表示 使用一国两制解决中国统一问题 或问题是和平共处原则的另一种形式 尽管他没有具体说明问题 崔建春补充说 香港作为国际调节组织总部的角色很重要 该组织现已有90人 多个司法管辖区签署为创始成员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会议开幕讲话中表示 香港法律界将在即将到来的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自由化后 在中国大陆有更大的业务发展空间 他说 这一安排已经达成并即将敲定 这意味着香港的法律专业人士 将在大陆有更大的业务发展空间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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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 by bwd6